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啦 各位可以玩玩看 你知道你的密碼有多安全嗎 你確定你的密碼是安全的嗎 我們來試試看 這邊有個網站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How secure is my password 你可以輸入一下你的密碼看強不強 大概多久時間會被破 比如說我們用一個 CSI ASIA當密碼 多久可以破 5秒 我是8個character 5秒就被破了 那我們再來用別的 我把它顯示出來給各位看 假設我們的密碼是 都是數字 長度也蠻長的 我們來餵給大家看看 3Mini Scan 更快 因為都是數字 更快就被破了 那我們來稍微弄複雜一點 我們把它弄什麼 大小寫英文字母 比如說大寫的A 大寫的S 小寫的IA 然後加特殊符號 然後再加電話 長一點 大小寫這樣子 這樣還是不好 因為跟學校的資訊還有電話號碼是有相關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在這樣的情況 它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密碼是 它的強度變得比較強了 它很久才能夠破 很久才能夠破 所以你看它的關鍵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關鍵在於它有特殊符號 它字又有大小寫 所以呢它的 而且它的長度很長 所以它要破解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這樣知道齁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還是在於說 你要能夠把這個 密碼設定的時候要長一點 而且要有什麼 大小寫跟特殊符號進去 再加數字 OK 好那我們剛剛試了一個齁 那還有另外一個齁也是齁 這個也是這個密碼強度的偵測 所以有興趣的呢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把這邊 把密碼打上去齁 這個不同的評判依據 但是也是要四個月齁 四個月其實還是不太夠齁 感覺上這個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對不對 剛剛那個因為字面上看起來是有意義的 好那怎麼樣來產生一個我們 夠強壯的齁 夠夠堅強的這個密碼 那你可以 假設各位有Linux的系統 然後你可以裝一套軟體叫 PWGEN 那你要安裝 假設你是Centos 就是 PWGEN 好 那因為這個我已經安裝過了齁 所以他就不會做任何事情 所以他就不會做任何事情 如果沒有你就會安裝 那你有PWGEN之後 你可以 減減help去看他 參數的設定齁 選項的設定可以減C減A N0 Y 什麼這些都有 那V那是代表ambiguous 就是避免這個出現 模糊不清的符號 比如說什麼 L 小寫的L 跟大寫的I 還有數字的E 這個呢 看起來會很像 然後你要記也不同意記 像這種就不會出現 會減少 不是 我試過的結果好像沒有完全避免 但是他可以降低這樣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齁 我打PWGEN 我要產生一組密碼 然後呢 減Y是代表要特殊符號 然後每次一組 這是數字1 每次一組 然後我要有數字的就用N 再加上我要避免 這個ambiguous 就是模糊不清的 就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查的是什麼 我要給的是什麼 我的密碼長度要12個character Enter 所以這就是一組 密碼 好 那如果說我一次要產生多組的話呢 長度是12 可是我要產生6組 我就再加個6 他就產生6組 那每一行出現一組這樣 好 那我們隨便call一組來試試看齁 餵給剛剛的那個 機器看看 幫我們驗驗看 這樣大概多久會破掉齁 好 13世紀 對不對齁 所以這樣有沒有夠複雜 有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齁 如果說你一個系統 你想要這個 安全度夠強齁 那你 就是找一個完全沒有關聯的密碼 就是沒有任何意義啦 硬背齁 就亂數產生的密碼 好 所以各位呢 在設定密碼的時候齁 不妨呢 可以 思考一下怎麼去設計 那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要先跟各位提醒齁 各位千萬不要在剛剛的那些網站上 key入你的你的真正密碼 齁 因為這些網站雖然可以按照規則去幫你測試 可是沒有人敢保證他不會偷偷記你的密碼 這樣了解嗎 齁 所以建議各位啦齁 你可以測但是 你可以用你的邏輯產生另外一組密碼 然後把你產生的另外那一組密碼拿去測試 而不是把你真正的密碼拿去測 這個 這樣理解齁 這是很重要的齁 你不要真的拿自己的密碼去在上面撕齁 是很危險的 好 那在設定密碼的時候呢 你的密碼長度 齁 還有選擇的原則是這樣子齁 至少要八個character以上齁 八到十二是一個合理的範圍 然後呢 避免使用字典裡面的字齁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齁 那要加入一些數字 而且要有大小寫之分 齁 讓它這個複雜度增加 然後呢 不要把密碼寫在這個筆記本啊 或者是用這個 呃 這個什麼 便利貼 貼在一個 你覺得自己認為很安全的地方 比如說鍵盤後面 這個根本就是騙人的齁 因為 這樣你只要把密碼寫下來就是不安全齁 那甚至有的人系統是不設密碼 那更危險 齁 再來就是這個 不要使用鍵盤上的排列 或是跟個資有關的齁 這些都不要使用 然後呢 每次登錄的時候 你要先檢查系統給你的資訊齁 比如說上次登錄的時間 齁 那你離開中斷機的時候 一定要跳出系統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沒有登出 你只是上個廁所 對不對 那別人一坐下來 就可以直接使用你裡面的權限 偷偷建一個 帳號 然後呢 等你回來的時候 你看系統都沒有什麼異樣 可是他已經 偷偷建一個帳號給自己用 那他照樣還是可以登錄 反而造成很大的威脅 這是一定要注意的 人離開的時候 一定要有中斷機 把它跳掉 要離開系統 好 那針對倒數第二點 上次登錄的時間 這個指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齁 好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我現在先離開系統 OK 然後呢 這是我的虛擬機 我再重新登錄一次 好 各位有看到這邊嗎 上一次的登錄 是什麼時間點 從哪一個IP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實體IP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那個時間點 這個半夜時間 我人又沒有在使用系統 為什麼會有人登錄 然後這個IP是多少 好 假設你找到一個IP 那你就可以到Google上去查查看 有一個叫Whois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那你就可以去查它 比如說 欸有一個IP 假設是 這樣子 隨便 我是隨便打的 然後呢 就可以去找找看那是在哪裡 這個是亂打的 所以 這個目前還沒有人用 OK 好 它是沒有人用的 好 總之呢 你就是可以透過IP去查查看那個IP在哪裡 那 也許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的電腦已經被入侵了 這樣的方式來 檢查自己的系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通行碼的 密碼的這個週期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兩到三個月改變一次 為什麼 因為你一組密碼打太多次 你在周 在你周遭的朋友 不想記 搞不好都快記住了 為什麼 因為你打的形態是那個樣子 看久了應該也猜得出來 你打的字是哪幾個 所以呢 建議 這個 甚至有一些 呃 門禁的 鍵盤 如果你的密碼是固定的 你打久了 你會發現上面特定的幾個鍵的 按鈕呢 會被磨損的比較嚴重 比較光亮 因為你按的比較多次 那 這個有心要入侵系統的人 他就是看一下你上面的 哪幾個按鍵是比較常被按的 然後把它排列組合一下 你看它的複雜度瞬間就降下來了 很容易就可以 找出幾組可能的密碼 就可以踹進去 所以這個 每隔一段時間改變一下密碼 是必要的 再來 如果有任何的蛛絲碼機 你覺得好像 你的系統有人入侵的感覺 那就趕快換密碼 把密碼改掉 不要讓這個 不管是這個 駭客入侵 或者是木馬城市 之類的 你就是要趕快把密碼改掉 避免它要再進來 當然改掉之外 你就要開始去 追查 是不是 你的花椅是真的 真的 找到一些蛛絲碼機 的確是有人 非法入侵你的系統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些因應 臨時任務 而產生的帳號密碼 當任務結束的時候 應該要把它刪除掉 然後 然後呢 這個 你不要直接 把它的相關資訊 直接刪得一乾日淨 你要先備份起來 為什麼 因為當萬一 出事了 你才有 證據可以去 查找 翻找說 他的確是 在 具有這樣權限的時候 他做的哪些事情 你才有辦法去追查 所以 不要這個 覺得 他已經任務結束了 他很OK 沒問題 我就把它刪掉了 就萬一後來發現 他是一個背叛者的時候 那你都沒有任何的資訊可去查找 所以這是 一些小細節 所以離職員工的帳號要予以刪除 那 這個 避免他 這個 離職了 還回來 對系統搞破壞 或者是偷盜資料 這是 比較不好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連結 這些連結呢 剛剛已經有試過 你的 這個密碼強度 他可以幫你產生密碼 Generator Password 這就是密碼 夠亂了吧 你把這個抠來試試看 他大概要多久才能破 哇 這個 41個 Channel 120 這個大概是 在量子 量子電腦 沒有出來的情況底下 他應該是 不容易被破了 因為太複雜了 怎麼 怎麼算都算不到他 所以這安全性是比較高的 所以各位可以透過這邊的 勾選 然後呢 去產生你的什麼 而且他的長度是16 去產生你的什麼 去產生你的密碼 這是一個產生密碼的網站 好 那再來呢 這個 這個也是啦 這個是產生密碼 那他的長度 你可以 假設你有密碼要用 那 你不像我剛剛有裝一個 這個 在Centals上面有裝一個 p pwgen password generator 可以這樣子去記 然後呢 減y n 大寫的b 大寫的b 好 然後呢 每次一組 然後長度12 這樣 OK 那這次也是產生密碼的一種方式 都可以 網路上產生也都可以 好 所以你自己可以去調他的長度 然後密碼 你要的是哪一種 OK 勾一勾之後就可以產生 所以產生密碼呢 假設呢 你是要做成這個系統裡面 跟資料庫連結的密碼 你不妨就用這樣子弄 因為他的難度 複雜度是比較高的 好 那另外一個呢 這也是啦 這是noten 一樣是這個 產生密碼的 那你就 產生出來之後 就可以去使用它 這是 另外一種 所以這裡有幾個 還蠻不錯的 好 那另外 這個就是 假設呢 我們的密碼呢 是透過 各位要想想看嘛 你密碼產生之後 是不是要找地方存 對吧 我們說要存在系統裡面 好那存 我不可能這樣白白的存 我一定會做一些處理 所以我就是做什麼 產生MD file的這個call 我們先看後面 好那我們先從這邊來看 依照這個 設備跟主機的系統呢 做連線 有幾種情況 第一個呢 是直接登錄 就是你在機器旁邊 你直接key 帳號密碼進去 就直接登錄 好那本地登錄就是 你在同一個building裡面 那雖然不是在機器旁邊 但是呢也是在同一個區網內 這是屬於本地 播接登錄是 你的主機旁邊有一個 類似電話的一個 那個modem 那你 播電話要接到那台modem之後 他會檢查你的資料正確之後 可以直接連到那一台主機 那目前來看的話 我比較少遇到這種 播接登錄 這是屬於比較早期的 那遠端登錄的話呢 就是不管你在哪個地方上網 然後你就透過網路的方式 用SSH或TAIRNET的方式 登錄系統 那SSH跟TAIRNET這兩種 相較之下 SSH比較安全 因為他都是有加密過 OK 好 那再來是網方 網路方靈的部分呢 他是比較 屬於微軟底下的一些 區網內的資料分享 那 如果沒有設定密碼的話 網方登錄其實蠻危險的 好那另外一個是透過網路 的方式呢 去登錄 然後網頁登錄的方式 就是你在網頁上面有個帳號密碼 還有我不是機器人 等等的一些機制 來讓使用者登錄 那另外一個是Plexi 就是代理 代理人的這種方式呢 登錄 大概有這幾種 好那除此之外 還有P4登錄跟紙登錄 紙程序的登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密碼技術的部分 那 我們通常在設計系統的時候 不會讓它無限制 的一直try 這樣太 不安全了 我們是要讓它 有限制的 比如說你打三次錯誤 基本上我們就 會等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再key 帳號密碼 原因是這個系統呢 如果你沒有做次數的管控的話 那我就可以一直用什麼 暴力破解 不斷的把我手邊擁有的可能的 密碼結一直餵給它 那以一個 正確的使用者來講 三次 一般來講 是一個 如果是正確的使用者 三次應該就可以 打出對的密碼 所以 次數是3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你的系統要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同時有兩個人 同時有兩個地方 用同一組帳號密碼 登入的時候 要不要提出警告 各位發現現在很多系統 都會發 這個電子郵件通知你說 你在哪個時間點 從哪一個地方呢 登入了這個系統 它會發信通知你 再來就是系統 要強迫使用者 定期改善密碼 這個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一個系統 如果始終都不提醒它 去改密碼 那使用者是不會改的 那改密碼的時候 也要去看看 它的這個 新密碼 跟過去的密碼 相似度高不高 如果相似度很高 就要叫它再換一個 那再來呢 就是說 它的新的密碼 也是要符合 剛剛講的那些要求 要有這個 大小寫英文 數字跟特殊符號 這樣子 好 那使用者呢 要輸入完所有資料 才開始 驗證它的身份 你不要說 它輸入帳號 就回答它 有這個帳號 然後再請它 輸入密碼 這樣子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子 就會去拆 這個帳號是存在的 那 它才開始拆密碼 所以你一定要讓它 帳號跟密碼同時 輸入完之後 再傳送 傳送之後 驗證萬一 不管是帳號或密碼錯了 你要回應給它 就是 您的帳號或密碼錯誤 這樣來混淆這個 要入侵你系統 讓它 不知道說 這個帳號是錯的嗎 還是密碼是錯的 讓它不知道 到底是哪個地方錯 這樣呢 系統會比較安全 然後呢 你要回應 上次LOGIN的時間 為什麼 你才 可以讓使用者的 去了解知道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登錄的 如此一來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有沒有被人家入侵 所以從 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它會覺得 比較有保障 OK 好 那每一次的LOGIN呢 都要做記錄 以後呢 才能夠集合 好 那通行密碼技術的分類 第一個呢 就是直接儲存 直接儲存在電腦裡面 再來是單項 one way hash function 單項雜錯函式 再來就是 加密法 把密碼加密 再來是 把這個東西 把密碼呢 加鹽 加鹽 加鹽的意思就是 加入一些雜訊 讓它 看起來 看到的跟實際上的是不一樣的 就是加鹽的做法 那 挑戰跟回應 它就是有點在問問你 各位應該也有經驗 就是說 會問你說 欸 你 你的第一個 你印象最深的 一個老師 名字是什麼 你自己可以選擇什麼 題目 然後自己給答案 所以當這個題目出來的時候 答案只有你知道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出生的城市 這個好像太明顯了 你 第一個拜訪的國外城市是哪裡 那就 假設以這樣的題目 那你的回答 就只有你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所以這叫挑戰跟回合 challenge and response 然後time step 就是實戳啦 你輸入 這個帳號密碼的時候 那它是加入一些實戳來判斷 這個 login 在系統的角度來看 它是不是屬於一種 我們叫重送攻擊 所以要加實戳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系統沒有儲存這個通行密碼表的 它就是 用加密的方式去做 是針對ID把它做加密 就變成密碼 OK 然後呢 驗證法 去 有其他的 憑證 用憑證來驗證你的確是合法使用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單項雜錯函式 也就是說 假設我真的要存在硬碟裡面 我要把它存在 伺服器的硬碟裡面 我要怎麼樣把它儲存起來 那有一個就是 one way hash function 它就只能把資料 雜錯函數我快速的講一下 雜錯函數就是 你把一堆資料 為給這個函式 它會產生摘要 那 除非你的資料 一模一樣 你才可以得到 同樣的摘要 這樣可以理解 除非你的資料一模一樣 為給這個函式 它才能夠產生 一樣的摘要 那 問題是我可以從摘要 透過反函式去取得原始資料嗎 答案是不行 因為它是單項雜錯函數 所以呢 它沒有一個反函式可以從 我產生的摘要裡面去 逆推出原始資料是什麼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 經過這麼多時間 早期MD5 MD5呢 是蠻 popular的 可是因為後來被破解了 所以後來就出現 SHA1 跟SHA256 現在比較多用的是 SHA256去做 這個雜錯函式 那從這個畫面上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這個 11909 167 這一長串 這是16進製的表示法 然後這一整串 就是這個資訊 CSI ASI這一串的 Hash值 就是我剛剛講的摘要 就長這樣 這是MD5 產生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有一個指令 叫做 MD5 然後 SUM 它SUM的意思 其實就是 CheckSUM 那這個部分呢 跟這個檢查碼有關 所以各位如果 對這個感興趣 可以去做 去查這個編碼理論裡面 它有一個錯誤檢查碼 那我們現在 在這邊 就不多 做說明 那我把資料呢 做 做處理 好 那假設呢 呃 我是要針對訊息的話 那我就是Echo 那我要顯示的資訊在這邊 N 減N 減N 然後這邊是訊息 比如說 這樣子 然後 MD5 再加個減號 那它就是 這個就是針對什麼 這個資訊 產生的 摘要在這裡 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把6 我把6 最後這個6 變成5 可以得到什麼 各位有注意到這兩個嗎 6 9 A C 上面這什麼 37 D9 完全沒有規則對不對 而且差異很大 你看到我從6 從6變5而已 欸 它的差異就這麼大了 好 那 所以只有在同樣的資訊的時候 它才可以得到同樣的摘要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各位 開始有點納悶 那我跟 輸入密碼什麼關係 各位想像嗎 我今天輸入這一組密碼 當作我的密碼 那存在硬碟上是這一組 對不對 好 那我今天要驗證了 你設定完帳號密碼之後 改天我要驗證的時候 我做什麼事情 我如果輸入這樣 我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後跟系統裡面比對 是不是不一樣 我是不是就拒絕你了 好 那如果你輸入是對的 我得到Hash之後的紙是這樣 那我把檔案打開來看 你在檔案裡面的紙 跟你剛剛輸入進來 計算後的紙是一致的 那我是不是認定你就是 那個 使用者 所以說呢 今天駭客即便是入侵了 看到這個 他知不知道你的密碼是什麼 他還是不知道 這樣理解吧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你要把它存在硬碟上 你要經過處理 加密是這種做法 做Hash也是這種做法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MD5 他已經不安全了 怎麼說呢 我們前幾頁有一個reverse 就是反轉 因為他已經被 破解掉了 所以呢 假設 我們來看看 假設我現在產生的是 一個比較stupid的 假設你的帳號密碼 我用的比較簡單 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我到這邊reverse 我在這邊把它貼上去 然後按reverse 他就開始破解 有沒有 他是不是就把它反解出來 那你說他真的是反解嗎 他其實沒有 他其實就是把一些資料 揮進去看看哪一組出來的結果 跟他一樣 這樣 齁 所以你太簡單的密碼 就會被找出來 你說真的是這樣嗎 齁 我們來 把剛剛這一組 23323456這一組 拿去叫他翻譯一下 對 我把它貼上去 再叫他翻 他告訴你說 沒有 no reverse stream was found 就是找不到 剛剛的23323456 所以 你只要是稍微複雜一點 MD5要弄回來 不是不可能 只是他要跑久一點 而且他這個站台 基本上只是做一個demo而已 所以他沒有真正要去做reverse的動作 所以你把 ABCD這種簡單的 1234這種簡單的 未進去給他 他的hcode 未去給他 他可以找得出來 其實他就是把一些可能的值 跑hash 再比對 是不是有一樣 用這種方式來破解 好 那 MD5其實已經不太安全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除了下萬 所以各位在寫層次的時候呢 現在很多都是要用下萬來做 甚至有的用下256 那變成下256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這邊改 下256 打錯了 這邊是6 OK 那長度變得很長 安全度就更高了 所以各位呢 可以去朝這個方向來練習 好 那UNIS裡面的通行 密碼加密法呢 他是透過DEX 那TAIRNET是 遠端登錄的一種 軟體 然後呢 他可以登錄到某一個系統 然後去做測試 好 那各位其實在Linux系統底下 你其實可以看到一些訊息 他是放在ETC底下的Password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帳號跟密碼 但是他的密碼是經過處理過的 你是看不到他的真實內容的 那加研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帳號 然後密碼呢 我就是 假設密碼是123456 然後呢 會加入 在特定的位置 加上一些特殊符號進去 然後再把它做加密儲存起來 所以其實駭客 或者是一般使用者 他可以看到內容 但是他都不是真的 他都是經過處理過的 而且呢 你不知道他處理的原則是什麼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逆推出 他的這個 原始的密碼是什麼 所以真正的密碼就只有前面 123456 這樣子 就是加研的方式 那實錯的方式呢 就是你在發出連線請求的時候呢 輸入帳號密碼 的同時他也會記住一個 目前的時間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是 使用者的ID 密碼跟 這個通訊的實錯 然後呢 把它加密做傳送 所以收到的時候 解密完之後 他還要看時間 看這個通訊實錯呢 有沒有在我們限定的 這個誤差值範圍內 如果是的話 才往下 否則的話 他就把它丟棄不用 不管你是網路太慢 或什麼都不管 反正我就是要在時間內 我才認可 這樣安全性會比較高一點 那論述法的部分呢 就是說 在要求連線的時候呢 系統會發出一個 亂數值 那這個亂數值 傳給使用者 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之後 會搭配這個R 丟回來 那 使用者呢 就會去 這個系統呢 就會去驗證 這個 資料 除了帳號密碼之外 跟剛剛我傳過去的亂數值R 是不是同一個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再做進一步的 逼對 跟這個密碼的確認 所以這是亂數法的部分 OK 好 那以上呢 是我們 對於身份驗證的一個 介紹 跟各位分享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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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